本期探索講座的主題是量子物理 量子物理可以說是20世紀物理最重要的成就 我們特別引用了理查費曼 廣為人知的一句話來說明量子物理是非常奇特的 理查費曼曾經講過說 我想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說 沒有人懂量子力學 所以呢 我們這次探索講座 有一個指標題叫做 沒有人懂得量子事件 那我們這一次就希望利用八次以上的講座 來介紹大家物理的起源 那它這個起源 這個發生的時間點是在1900年 那是由一位德國的物理學家普朗克 在研究黑體輻射的時候所發現的 那麼我在講座中會說明什麼是黑體輻射 普朗克這個究竟從黑體輻射現象看到了什麼東西 而導致這個量子物理 而導致這個量子物理就在1920世紀 世紀之交這個 這個蹦出來 出現在這個 這個人類面前 那我在說明了 普朗克的工作之後 接下來會說明 我們在過了五年 到了1905年 愛因斯坦 如何延續普朗克的工作 進一步的 這個提出了 這個光量子 作為一個點狀的 一顆粒一顆粒的 粒子的這麼一個觀念 那麼愛因斯坦 在提出了這個假設或這樣一個想法之後呢 他自己非常清楚 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想法 是無法理解的 以至於他到了晚年 這個仍然要強調說 他一輩子花在思索 什麼是光量子的時間 是百倍於他思索 廣義相對論的時間 那我曾經跟同學講 這個安閃講這句話 你要了解 他思索廣義相對論的時間 是非常多的 那我們也從安閃這句話知道 對他來講 這個光光量子 量子是怎麼一回事情 是遠比廣義相對論神秘的 那我在第一講裡頭 會這個解說這個起源是什麼 那為什麼愛因斯坦 就馬上認知到他的發現 是革命性的 這個就是我第一講的這個基本內容 是靜命性的 是靜命性的 不可樂意 穆 感谢观看